东海高中举办54周年校庆的活动 而这次的校庆包括有园游会 趣味竞赛等动态的活动 也有各科的学生的成果展 学生们用心准备展现了他们的创意与实力 公仔娃娃跳妖怪舞带动现场气氛 接着是师生互动的趣味竞赛 整线热情与活力 而一旁的园游会摊位 学生更是发挥创意 推出特色商品 这是韩式辣味披萨 然后这个是日式照烧披萨 那我们韩式上面有放那个年糕 然后就会有点嚼劲 然后跟泡面结合起来放上起司 就是一个披萨 然后日式照烧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个肉酱 然后搭配那些肉 然后还有一些蔬菜 东海高中举办54周年校庆 除了有精彩的东台活动 也展示国音术以及多媒体动画各科的学习成果 另外在餐饮科教室还有学生的泡面主题创意餐点 令人眼睛为之一亮 还有各科的教学成果展 展现各科他们在教学方面的 让家长社区的能够来看到 看看他们的成长 另外还有园游会 园游会呢尤其我们餐饮科 他们已经准备好几天 那么东海高中已经54年 所以在过去的离任校长奠定的基础 董事我也非常支持 所以学校有长足的进步 为了校庆活动多才多艺的东海学子 各个使出浑身解数 也为自己留下难忘的回忆 记者方建凯丽满会三重采访报导 然后在下非常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